大家好 我是吳仔 這一節又講一下電視台的新聞 TVB 最近我很喜歡煲那套超能使者 簡直看到我天分地暗 沒辦法 他一集在追著他 陳展鵬的老婆是不是出鬼呢 追著追著 變成鬼片 那些家人是不存在的 這個真厲害 例如我也很有激情想說電視台的劇情 我忍不住在TVB的YouTube留言 我說你那一集真的拍得好看好看 不 他的好看在什麼呢 我待會告訴你 我們今天會講兩宗新聞 除了講超能使者的結局 就是全城警察最後大佬誰 有九個嫌疑人 九個 原來他現在有一宗新聞 又是被人罵了 在政治為真 是 多口 多口 做人要有分寸的 那把嘴巴 衰就 罵都不是很好 都是說色情話 請大家給個like 差點不記得 給個like 支持我們現在九條影片 我們今天有條影片 就會說 為何經常說五仔叫人 九條影片 訂閱 按鈴鐺 Youtube原來有問題 在10號開始 已經出現了八天的這個問題 我們有一條影片會詳細說 不要緊 繼續支持五仔 訂閱 按鈴鐺 每天九條影片 跟大家努力做廣播 先說一下曾志偉先生 一形容他是先生 做人要說話是有分寸 不要像那個人一樣 那個人被我省了兩小時 說曾志偉 拿閻明熙來開這個色情玩笑 報紙說他有時裝車禍 我自己 首先我很欣賞Gigi的歌藝 相當之好 前就沒有古人 就是他那種變化 後不知有沒有來者 有些人經常說 小子你是這樣的 經常踩年輕偶像 一蟹不如一蟹 以前四大天王人喜歡林子祥都說 四大天王那些不行 不是的 sorry 我真的以事論事 我覺得閻明熙現在唱歌 有些技巧比以前那些人厲害 有些某些就不值得提 不值得提 現在說一下 曾志偉 拿這個女生來開玩笑 說什麼呢 叫他表演脫衣帽 分開兩件事 先說了他的衣服 是不是真是噁心得要脫掉呢 穿著一套就是旗袍 胸口就有個L-O-V-E love 有什麼時裝車禍呢 扎過這些 孖雞 挺可愛的 熙熙都喜歡有這些套 粉紅色旗袍孖 孖雞 我記得他都好像穿過在我面前 新年的時候 那 我不覺得是時裝車禍 我覺得挺漂亮的 還有呢 首先我覺得我偏心的 因為我對這個女生是很欣賞 還有呢 我是喜歡旗袍的 我覺得旗袍孖雞 是很吸引得到我的 有些人喜歡水手服 有些人喜歡比堅尼 我旗袍呢 我覺得是挺不錯的 他亦都搭配 因為他的眼睛 他又不像有些鬼婆穿旗袍 鬼婆穿旗袍 古靈精怪 我覺得不會是時裝車禍 這也是OK的 但是曾志偉呢 就衰多口了 說完一些事情 就被人狂罵了 55周年晚宴 全台50藝人 就是盛莊出席 那嚴明熙呢 就成為焦點了 曾志偉呢 又衰多口 叫嚴明熙呢 就跳脫衣舞 之餘 那嚴明熙在晚宴上面呢 雜誌這樣寫 以一身不合身的旗袍打扮現身 惹來粉絲鬧爆 那我覺得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合身 那 那就真 你說旗袍呢 就沒有不漂亮 不過她是不太fit 如果你說漂亮呢 穿旗袍呢 葉柳呢 就比她漂亮 因為葉柳那件旗袍呢 就是度身訂造的 就胸就貼 腰又貼 但是呢 這套旗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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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跌了一點出來 真的有點寬 不適合穿的 就是看得出她是不適合身的 那這就是服裝的問題 但是她人又沒有問題 你不要 這個放在阿炎明熙那裡 不關她的事 那如果我覺得 譬如有些藝人呢 就是看得出她是新人 那些老屁股那些 一定會說 有沒有搞錯 那件衣服給我穿 葉柳也不穿 葉柳的衣服穿得多貼身 如果不是怎麼做那些連登女神 那現在呢 就曾智偉呢 接受訪問了 拿阿炎明熙來搞笑 她問到阿炎明熙會不會在晚宴唱歌表演呢 這些問題也是很無聊的 那這些問題是很無聊的 阿炎明熙不唱歌表演有什麼做呢 好像我剛剛昨天又是TVB有個娛樂記者問 問郭富城會不會唱歌跳舞 不唱歌跳舞 難道表演吃熱狗 愚蠢也是 所以就是這些問題很無聊 那曾智偉呢 又口多多 那竟然就說 阿炎明熙呢 會跳脫衣舞的 會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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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耳少大哥 哈哈哈哈 那就算了 這樣不行 可能她自己都覺得很快快說錯話 哈哈哈哈 耳少姐醜了 那女孩子很小 跳脫衣舞 十七歲 還沒成年 大哥 十八歲都叫成年人 對不對 那曾智偉言論一出 很多網民就認為 看得到她這個節目 我都沒看 你都說我經常追劇集 我都已經是半個粉絲 都不能說半個 我其實只是看她的劇 那 喂 都已經是非常中心的無線粉絲 才罵她 你看看ViuTV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簡直不看 那你 本身你的觀眾 都留言罵曾智偉 你不應該向未成年的少女 可以這麼說 開如此低俗的玩笑 認為曾智偉 身為公司的高層 是應該慎嚴 和保護旗下的藝人 希望曾先生 就不要找小花來開這些玩笑 因為太小了 要好好保護才對的 很多人說曾先生要慎嚴 以你的地位可能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 都要保護年紀小的員工 是這樣的 等等 等不懷好意的人 又大做文章 又不值得 這些都是撐無線 但還是覺得她做得不對 那 同時也有網民認為 是記者提出的問題不對 所以曾智偉 先用急財來誇張記者 這樣說 用急財 即是說一件 不是那件事 叫急財 你不如說 他給他射刀片 他給他吞劍 不是 你要明白一件事 這些是否好 他給他吃屎 那這些是否串記者 我覺得不是串記者 真的不是串記者 他有急財 但是 我想他給他再選一次 他未必會這樣說 口比腦子快 他跟我林文聰兩個 經常都是這樣 他兩個是厲害的 想法是快的 但有時候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們都很喜歡 嚴明器 不過 不是這樣 哪有新聞 希希說 他很厲害 他是第一代林作 其實 我也覺得是 因為林作未出道之前 曾智偉 Yumiko掉下來 掉了 只有底褲掉下去 看重播 看重播 你真是 嘉燕姐 哎呀哎呀哎呀 看重播 快看重播 他是這樣的 這一單我講完 我要講講 超能試者 那個結局編 我想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可能已經播了 星期五那集 我還沒看的時候錄的 我跟很多觀眾一樣 是看完之後 立即就撲上Youtube 找有沒有更多東西可以給我 因為其實這套東西很過癮 首先他擊中了我 是X-Man 我本身自己很喜歡 Marvel X-Man 那些東西 那就開始看了 一開始看 他的故事線 第一幕其實基本上已經是 陳展鵬和他的家人的生活 他有個老婆 劉沛月 然後他媽媽 有個弟弟 弟弟又難倒 又喜歡出去賭 但又經常輸錢 有個 混蛋弟弟 他又不算混蛋 只是愚蠢 但無底心談 很多錢 媽媽經常逼老婆 要生孩子 又逼他們喝那些 催生中藥 他第一集就把火噴噴 然後又說 沒有女人被他發洩 老婆不給 又有M度 你已經是代入了這一家人 看到他還沒穿 這一家人其實是不存在的時候 你一直都是代入 因為有眼淚的網民 是看到 他是帶過媽媽進電視城的 陳展鵬做了Care Affair 他是帶過媽媽進電視城參觀的 那你不會覺得 你是想起 不是 有很多片段 譬如 他不是說 一開始是吳家樂 虐待老婆 一開始他拿著一塊布 看的時候 他媽媽說 不要理人家這些事 關掉 接著 搭電梯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是跟他老婆 一齊 那小妹妹 就是唐詩詠 唐詩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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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兒生女 和她的姐姐也在 那時候還沒死 就是楊兒的姐姐 那時候劉沛宇在 原來那時候劉沛宇已經不存在 原來他只有一個人 這件事很奇怪 你看看 你怎樣呢 你被他引到 他近日在高潮跌起 如果說劇情 他那種起承轉合的轉 你突然好像在看另一部電影 其實他有一些伏線 伏線就是 他就說 我閃到我老婆有事 你們閃到我老婆在哪 我閃到她的後巷 然後整班超能力的那班人就說 我閃不到 每個人都說閃不到 其實那個位置 你可以是想 可能你和你老婆有 有身體接觸 你閃到別人閃不到的東西 你已經是猜到 其實沒有想到 整件事是這麼恐怖的 我看昨晚那一集 星期四那集 簡直是鬼片 去到後來是鬼片的包裝 你本身你看 星期三那集 去到尾 你追著他老婆 曾經墮胎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以為他老婆 以前跟他之前生活不檢點 他原諒他 好了他原諒他 他覺得算了 這些都是過去的事 你是在追著一套本身是 家庭悲劇 那個弟弟就糟糕了 他哥哥經常拿錢回來 都輸了 家庭悲劇 老母子只抱著那個小孩 他說 你的外人 沒有資格發聲 他說我托著你的孫 你在看這件事 本身是家庭劇 好 接著去到星期四 他突然間 一開始就說 他閃到一個男人 他閃到一個情夫 情夫就是那個 TVB那個 都很健碩 參加一個見美先生 那個男人 那個情夫 又做得好 衰格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洗底 做這些賤格的情夫 我也想打獲他 那整套戲 那一集你可以很代入 你在代入一個家庭 因為男人很辛苦 在準備找工作 你看這個劇集 那個劇本本身 他是一個窮的家庭 他基本上賺不到錢 他又要幫人按腳 又要去做攝影 去吃兩頌飯 還要平價 好像深水埗明哥 那些超便宜的平價飯 他是一個很窮 不是有錢人 但都是供到樓 總之就是 其實是香港市民的縮影 你代入一個什麼 你代入一個老公 老公很慘 他說 你老婆剛剛的胎 沒有了 是不是抑鬱 你看著就好 他就說一句 我怎麼寫24小時 看著他 我不用上班 然後 你又想 對 很寫實 我自己也想 那我也挺幸福 我24小時都可以對著希希 就是開始在想這些事情 自己也挺好的 身在福宗 你其實看來看去 在那個位置之前 你還覺得是看過一部倫理劇 嘩 突然間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來了 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說說劉沛月 就去回他父母家 那間屋 在上樓梯的時候都正正常常 當他去找他的時候 找回老婆 老婆不理他的時候 那些老鼠 就像蜘蛛俠一樣走的 就向上走的 那些地方應該都很奇怪 我應該在想 你無線的CG 你真是超能力 這套東西你搞到這樣 我知道你的老鼠厲害 就向上爬 然後 他已經開始在展示一些奇幻的東西 好像鬼屋一樣 那個年輕人在那裡 小朋友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那個小朋友馬上去辦門 他說原來那個劇情一拆開 就說唐詩詠 想 想見他弟弟 在茶餐廳等他弟弟 他說 我想等一個人 不知道能不能等到 那個什麼 茶餐廳的那個伙計 你這個人這麼浪漫 不知道能不能等到 等一個你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的人 他說 他說 等那個什麼 他說 那個啊 他說他跟他弟弟經常來 他哪有弟弟 他每次都是一個人叫兩份餐 然後他開始走到那間 阿劉佩玉的家裡一看 其實這個位置是奇怪的 你根本沒理由知道他老婆住在那裡 根本上 這個位置其實是有差的 可能 劇本差一點點 但你不是這樣表演 又弄不到那麼恐怖 整個氣氛 然後唐詩詠 有一個位置就說 讓我見一下你的家人 請我到你家吃一頓飯 然後全家人說 你帶什麼人上來 我看不到他 嘩 然後閃亮的黑 我倒杯水給你 不用了 然後很害怕 一走出去的時候 那間屋裡面什麼都沒有 黑了 連燈都沒有 他還要抵死 他閃亮的黑之後 唐詩詠一走出來 陳展鵬的樣子是射不到他的臉 他的臉是黑了的 你好像看一個恐怖片一樣 因為昨晚嘻嘻睡了 我失意統看的 我看倫理劇一轉 起城轉合的轉 劇本一轉 由倫理劇變成恐怖片 整件事很恐怖 嚇到我整晚根本是 久久未能平復 又很想馬上 快點去下一集追一下就好了 他根本就是鬼眼的那條條 鬼眼的那條條條就是 你帶人上去 唐詩詠看不到那些人 然後那些家人說 我看不到你的朋友 是不是鬼眼 I see that people 那條條條 你想想這套劇 滿足了我多少 當然超能力也有些幻想 那些超能力也不是每個人都很厲害 老實說他不像X-Men 基本上這班人的超能力很像廢 我最喜歡當然是唐詩詠的超能力 可以做神醫幫人 那樣 但你感覺上他不像X-Men 打來打去 他就是很奇幻 整件事很奇幻 去到這個位置就真的 不簡單 已經是 這套劇在這個轉 即是《起承轉合》這個轉位 是昇華了很多 升華了很多 那我們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有沒有終極劇透呢 超能力 超能使者 最後大哥究竟是誰呢 應該也有個大魔王 很多人就猜是劉沛月 在網上很多人說 劉沛月本身應該是住在隔壁屋的 用懂得製造幻術 然後他就控制了陳戰鵬 這位那位 又說了 究竟會不會 吳家樂又會爆衣呢 之前很健康 又藍色頭髮又像郭富城 會不會是 即是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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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人都猜不到 你根本上 你誰跟他有仇 陳戰鵬 是一個這麼囂張的人 其實很囂張 你當然要交代劇情很容易 譬如 他以前是傻子 令人坐牢 然後發覺有超能力 就搞他 這樣又行 即是任你講 任他講 就最猜不到 有一個疑團 就是沈振軒到現在 都未有超能力 還有大隻仔 林子倩 也是未有超能力 這兩條有什麼超能力呢 有網民覺得 沈振軒也有可疑 他沒理由 個個有超能力 是你沒有的 個個都是你沒有的 他有閃到東西 沈振軒也曾經透露自己 將會有很強大的超能力 有機會是回到BOSS 我反而覺得不是 有劇透的 這裡的雜誌 他說 超能力是雙手能夠發出強大的吸力 將物件吸到手上 嘩 這些就是超能力 這些很流 如果他真的可以吸東西 吸錢而已 吸東西 即是空取行兩步都行 我不要這些超能力 好了 說一下劉沛月 是不是黑化操控了陳展鵬呢 他是關鍵人物 很多網民都猜他是最後的大佬 有網民猜他是陳展鵬的心魔 在派了武之後 已經被陳展鵬殺了 也有網民猜他是心靈控制 他是心靈控制的超能力者 操控了陳展鵬殺人 又操控他有關家人的記憶 有網民還留意到 他說他幾集的頭髮 就不練氣 有時候變了紫色 有時候就黑色 這樣他有點嫌疑 究竟是還是不是呢 不知道 那麼觀眾熱議討論 劉沛月的幻想角色 很像飛鴻女巫 那個熊女巫 懂得操縱人思想的 第一集開端的對白說 當生命受到威脅 就可以激活巨大的潛能 有一點感覺 另外會不會是誰呢 袁叔呢 張國強呢 張國強很英俊 這麼年紀大也很英俊 難怪他在內地 仍然爆紅 扮演那個教書先生 他是很好養 那些輪廓還是那麼 沒有得到的東西 我覺得他還是很英俊 那麼張國強呢 是不是呢 根據維基 維基說張國強 可能是Follow Boss 擁有超能力 是辭聖 就是辭力旺 不過維基可以亂改 懷疑有些網民手箭 可以改 張國強我覺得他不是 因為他之前都沒有用過 他女兒被人砍 那時候不像 歐瑞偉會不會是呢 扮成一個Ironman的樣子 合理的 但是如果他有超能力 應該就不用搞那麼多 綁架人家人的事 黃君興其實是臥底 不是吧 黃君興表面上是社團大家姐 有些劇透話 他其實可能是警察 警察 有網民猜 社團想剷除歐瑞偉 沒有理由 他本身應該 有些可能 反而有些可能 他是警察 另外呢 陳展鵬是精神分裂 有些人猜 你根本就是自己無中生 有幾個人在 弟弟是真有奇人的 說他兩年前是坐牢 唐詩永看過紀錄之後 有網民猜他根本就是患有精神分裂 但如果精神分裂 這個劇情實在太廢了 應該不會是 如果你精神分裂 其實任何一套劇集 都可以講精神分裂 但真的廢得太厲害了 另外有人說 根本 Anson Lo 即是馮素波 馮素波真是邪教的教主 說是這麼說 說他在 也不出奇 你如果說阿威仔 即是 剛才說的那個 沈振軒 他有超能力 他媽媽可能有也不成功 是的 有估計 我覺得這個有機會 另外 有人說 楊正華 之前的高佬 是不是博同情 他才是最後大哥 這樣 現在走了 抱著兒子 走了 所以連他也有可疑 還有 阿明仔不斷翻生 連阿明仔也有人說 覺得是 快到老闆 真是 朴朔迷你 繼續追下去才行 真的 沒有辦法 我覺得 現在 我覺得 劇本以外的劇本 是最好看的 你看到超能力 超能力 超能力 他已經不是那樣 他已經變成了 超能力當中的倫理 當中原來是鬼片 那 很棒 即是 餡 包來的 包來的 餡裡面的餡 是令他吃到 那一下 如果一套劇 也有這麼多的水準 收視就 不可以去哪裏 當然 我覺得 他們有時候 要撿一撿 某些劇集的配樂 甚至一些 擔重器的演員 這一部 鐵拳英雄的班底 上次看已經是好看的 想不到今次 有一個很新的劇本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你們有沒有一些 新的想法 有的話 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請下面給我一個Like 以及支持我一日九條的影片 就這樣 拜拜